Oversize 款 不是太大,都可以穿得好看,下身可以穿条紧身裤,另外也可以配半裙,半裙的材质最好轻薄一点,整体材材协调。 Oversize 衬衫Oversize 款的搭片并不是大一号的搭片,而是在肩部做成插肩款式,整个形状就像扩大了一倍。 这样的衬衫配长裤时,可以把衬衫稍稍积在裤子里面,或者配条腰带显出了腰身。 Oversize 衬衫也可以当裙子穿,像男朋友的衬衫一样,既可以居家,也可以出街,为了安全,可以穿条打底短裤。 大号衬衫还有一种更修循的方式,就是在出球季节内搭小背心或者T恤。 这也是男朋友的穿她方式,平胸和大胸穿出的感觉也会不一样。 Oversize 衬衫最近明星期,它中很多女星都是Oversize 衬衫款,当裙子穿,或者和短裙层次搭的穿法种种。 上身穿宽松的Oversize 衬衫款,下装就得窄一点,紧身裤最好,如果身高气质OK,那下装可以穿宽松一点的。 这两年大号衬衣套裙子很流行,不论是短裙还是长裙都很时髦,身材鲜瘦高调的姑娘,那么,裙子可以长一点,像娇小身材的就比较适合稍稍露珠边的裙子作为修饰,露珠大双腿太显高,Oversize 的西服,Oversize 的西装, 网中性和男人的酷型靠拢,Vintage 等元素的复古风格依在席卷时上圈,穿上扩清西装外套整个人看起来壮,但是搭博身材的看起来便是另一种韧味了。 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见美短裤配搭号西装外套的流行趋势,这股风估计明年春天依然是热门,出门逛街约会,什么都穿一条连衣裙,直接裹一件Oversize 西装外套, 即时尚右方面,这样的大号外套,也是和高个子姑娘们穿,时尚有时候就是个极端,有最大号就有最小号,时尚圈的一角也有下面这种mini外套和mini卫衣等等。